北京谁还没吃过这家麻辣串啊 浸透辣汤的烤鸭皮 裹满麻酱 吃完这顿被拉出去 毕了都没有遗憾了 现在吃一个麻辣 这家据说是五道口麻辣 天花丸 咱先尝一尝 也太多了 它这里是先选串 都是熟的 然后喜欢什么口味的呢 再在辣汤里面加热 主打一个乱中有序 在一个小三坡 有点诱人能 先随便拿几串尝上吧 菜跟面同意在这个清康锅里面涮 锅菜跟面积 来了 能干吗 等等等等 不好意思我放一下 喝喝喝喝喝 喝个乌鲸 饿 现在浅浅拿了一心 哪个好吃我们再加了 想点这个秘质香料 随机挑几个幸运宝贝 在里边做一口 先找一口油条 油辣椒好好吃 不太辣 但是特别香 不太辣 你们有没有吃过麻辣烤梨的烤鸭皮 这个超级超级好吃 鸭皮纯香 烤得焦香焦香的鸭皮 先买个辣辣的汁 超级多汁 进口吃的香 我来吃这个香 香的鸭皮 鸭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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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裡腥肉 天鱔 肚子一樣會炫火 感覺有點不夠辣 我再加一小懶椒 等這次這個要澆上 好多快 哇 走到软了之后又放了 然后再去煮 里面是糯的 然后外面又QQ的 鲜鲜 面筋也好奇 喝的是汽水味的汽水 或是叫北极吃 还是什么 就是长得像虾仁 虾仁 飞虾仁 配上这么几串 忘吃它了 它变成饼了 刚才那一把转瞬即逝 它变成饼 为啥呀 为啥我自己在家里 这不是这么好吃的面 吃起开萝卜 萝卜这个东西只要把兴气去了 就不会拿吃 就行了 马迹馅的 好像所有麻辣烫的垫子在家都是马迹馅的 妈妈我吃修菜了 我觉得这种方式就特别的卫生 是咸是那种 嗯 一个桌子 然后两边坐的那种 就是难免 想话也什么口水会分解 可能是我吃的太急了 才二十分钟我就把那一堆吃完了 有点均匀 这个再要八个 云菇再来两个 八个鸭屁 没办法这个太小了 说实话吃北京烤鸭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鸭屁 但它跟北京烤鸭的那种烤法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浸了汁皮会更柔软一点 跟我在南京吃的那个烤鸭的皮有点相似 但是只是有一点相似 不一样 不一样 你们喝这么多鸭皮 鸭肉都去哪儿呢 鸭肉都去哪儿 我觉得现在科学那么发达 咋不让人家都长满皮啊 长得那洋葱是得那多好吃 如果你愿意一层 一层一层 打拨开 它的心 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儿 我先好 撕一下签儿 四十五块六十七块五 一个小料六十九块五 这个是 七十七块五 好 谢谢 那我们现在就吃到这里了 下个视频见 我旁边这一桌从我还没落座开始 就一直在讲辣瓜 我吃了四五十串 还是在讲 这个地方太精彩了